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去年的立法會補選 香港眾志的周庭和曾經提倡 香港獨立的劉永康遭到選舉主任的DQ 他們先後提出這個選舉程程 都是獲得了這個勝訴 導致在這個補選當中勝出的歐樂軒和范國威 都是被裁定非妥為當選的 歐樂軒和范國威就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 但是這個申請遭到拒絕 故此他們兩人即時失去立法會議席 這裡有幾點要跟大家說一下 首先來說 在周庭的案件裡 法庭的判決書已經寫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選舉主任沒有給予一個合理的機會 是被周庭作出解釋的 這裡我認為 你這個選舉主任明顯是干犯了行政出錯 先說明我絕對反對DQ任何人 你又不應該因為那個人的政治主張 而去剝奪他的被選舉權 但是你選舉主任既然 就是要研判到底這個人是否應該值得DQ的時候 你都要給人家一個機會解釋 對不對 你機會也不給 然後就憑著你自己的主觀判斷 認為這個人可能是假港獨 或者是不擁護《基本法》等等諸如此類 你就憑著你自己的主觀判斷 已經DQ了他 這些就是有問題 但是你既然犯了錯的時候 我真的想問 為什麼整個特區政府可以是沒有人問責 是不是 包括這個選舉主任 他出了一個這麼嚴重的錯誤 他是完全無需要負責的 是不是 你為什麼完全沒有人出來認同 這件事 這麼多人受害 包括選民也受害 當選人也受害 包括周庭和劉永康 其實也是受害 納稅人也是受害 為什麼沒有人出來問責 沒有人出來承認責任 整個特區政府好像得過扯過 你完全不需要為自己的錯誤出來承擔 這樣政府哪有民望 哪有得到民心 所以浪費 這些人走出來說要社區對話 做錯事出來承擔有多難 一句道歉說話都沒有 完全沒有人說DQ完歸縮了 不知走到哪裏 所以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是對的 對於侵害人權或者打壓民主的人 就將他們制裁 因為在香港目前的既有制度下 對於這些人就是束手無策 大家有眼見 無論是選舉主任或者選舉事務處等等 哪有人出來負責過 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有沒有出聲音 是沒有 每個人都好像跑路走出去 那跟人什麼事 四個大志 這些就是特區政府的施政 哪一個人會服 還有這群人不要忘記 自己是有薪出的 是瘦身的 是出納稅人的錢 還有第二件事 你們這群人根本就是浪費公帑 搞這個選舉出來 原來搞完之後 又是非妥為當選 即是你根本上搞這個選舉 就是浪費錢 當初那些民主派搞五區辭職 變相公投的時候 你就說別人在浪費公帑 花了那些冤枉錢 搞一個沒有認受性的公投 現在搞完之後 簡直是不承認 因為這是非妥為當選 你豈不是浪費了選舉 又消耗了市民的熱情 民意和民氣 對不對 而且這個選舉 就是懲罰了很多人 在提名期間 你就懲罰周庭和劉永康 你就DQ他們 不合你們DQ 就剝奪了他們的被選舉權 不讓他們參選 借著他們參與這場選舉 然後 你選完之後 原來發現是非妥為當選的 你就懲罰了當選人 歐樂軒和范國威 以及懲罰了選民 對不對 你也懲罰了選民 選民用他的選票 張顯了民意出來 原來投票之後 是裁定非妥為當選 我沒有說法庭是錯的 法庭判脫絕對是合理的 是對的 錯的是誰 是選舉主任 對不對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行政的出錯呢 你懲罰了納粹人 大哥 搞這場選舉出來 又宣傳又各樣 原來都是只有吉 搞來搞去就是一場空 到現在都是沒有人負責的 OK 第三件事 有些人我看到網上 就是怪責周庭 可能那些就是分化人 所以不用理他 周庭提出這個上訴 是為了捍衛自己的被選舉權 他的參選權 這個絕對是值得被尊重 對不對 你不應該怪責周庭 因為周庭本身 他就是這個選舉制度當中的受害人 他是應該符合資格參選 只要他是在法例上寫明 他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他夠年齡 足夠提名 有交到案件等等 他應該是 接納作為一個候選人 但是很可惜地 他就是被DQ了 所以這個DQ的制度 本身已經是不對的 你不應該怪罪 這個受害人 被罵犯人 歐樂軒只不過是 臨時補償而已 他就冷手執過熱戰隊 其實本來應該是周庭去參選 而且這個上訴的時候 周庭也有提出過 關於DQ是不合理的理據 只不過是法庭沒有採納到 大家看看判決書 就知道 這裡不再重複了 還有些人就去宣 歐樂軒和范國偉 其實哪有需要宣 就算他現在再次在這個補選當中 補選的補選 他再去參選 你覺得在目前的民意氛圍下 他不會贏嗎 這些事情不用宣 有些人 我不說了 哪些派系的人 浪費氣 你宣什麼 你要努力做好自己 就會有人投你 一邊在網上 撂來撂去 酸來酸去 是沒有意義的 是不是 而且 本來這個制度 不應該有任何人被DQ 最後一件事我想說 就是 你這個選舉情請的制度 就應該要改善 再者就是 你應該馬上 停止所有DQ的行為 為什麼呢 因為你目前這個 就是所謂的選舉情請的制度 正如歐樂軒所說 是存在有漏洞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任何針對著選舉主任 在提名期間 對個別候選人 參選人 作出的DQ的決定 只可以透過選舉情請的方式來申訴 如果你通過選舉情請 一旦你成功了 那又如何呢 就會宣佈了那一區的議席 非妥為當選 將議席完兇 問題是 這個制度就是不合理 正如我剛才所說 你應該 在這個提名期間 就已經有一個上訴機制 很快速地處理了他 你要改善這個制度 就不是 拖拖拖拖拖 拖了一年半載 再上庭 再排期上庭 再上庭 判決完之後 就反而是那個當選人 就將他 判為非妥為當選 就將他的位置 原兇出來 又再去補選 那就變成不對了 是不是 你要改善這個選舉情請的制度 你應該很快速的機制 給他申訴 就不是這樣拖拖 最後一件事就是 就算你改善這個制度 也不代表你的選舉主任可以任意DQ 這次已經反映了 原來你是亂來的 你是行政出錯的 而且你也不知憑什麼 準則來判斷那個人是屬於 不擁護《基本法》 或者搞港獨等等 你這些才是所謂DQ的行為 就應該制止 停止 這些就是侵害人權 以及打壓民主 你一個人有沒有參選權 是否符合參選權 其實在法例上 已經有些很客觀的條件寫出來 包括他的年齡 國籍 提名人夠不夠 或者他有沒有交選案金等等 這些就是非常客觀的 你至於說他符不符合《基本法》 有沒有擁護 有沒有搞港獨自決 這些是很主觀的事情 不應該是由你在提名期間 將那個人篩走 你就任由他入閘 如果市民是不認同這些觀點 不認同這些主張 自不然就會在選舉當中 用選票來踢他走 這樣就對了 對不對 如果你說這件事 一直都是市民都不接受的 那就任由市民用選票來踢他走 不用由你來做這個行為 對不對 這件事就是多餘 這件事就是打壓人權 對不對 那就想說一下 關於目前立法會的現況 對不對 現在民主派又有兩席元兇 所以就由24人跌到只有22人 立法會的總人數就由69人 為什麼69呢 因為長毛的位置還沒有選 所以69人 69人再減2人 即67人 對不對 民主派有22人 那保不保得住 那所謂關鍵小數 三分之一的關鍵小數 就用來否決政改用 那22人再加上鄭松泰 再加上陳佩言醫生 其實都還有24人 那解計條數 24除了67 那還有35 即是依然超過 所謂三分之一的門檻 所以還保得住 所謂關鍵小數的否決權 但至於你說 分組點票怎麼樣 分組點票 神早就被建制派立了 無論是功能界別 或者是地區直選 建制派都是過半的 所以泛民多兩席 少兩席 都沒有影響 反正大家 要努力登記做選民 如果未登記 是不是 如果有些人想 在功能界別搶攤 那就各司各法 是不是 大家走不同的道路 反正最終目標 就是真相普選 總之是不分化 不割席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